上班時間 台北橋出現機車瀑布 好幾輛機車往前衝 但眼前這名外送員特別醒目 車上載著外送箱 突然從右邊加速通過 但仔細看了 他身上穿的羽衣外套 偏偏竟然寫著大大的警察 police的字樣 民眾納悶 難道警察現在還能兼職外送嗎 幫他騎車回去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外送員 還是假警察 事發就在17號上午 台北市大同區 騎士穿著警察羽衣 讓其他人難以分辨 到底是假警察還是真警察 雖然沒有民眾報案 但警方要追查 目警民眾從新北市 三重騎車上的台北橋後市 跟著對方同襲了 將近500公尺的距離 一路到了台北市 事後警方調查發現 正面穿著警察羽衣的外送員 他根本不是警察 警方聯繫上 機車騎士是35歲的賴姓男子 從事保存工作 深圳同事是退休警察 把羽衣送給他穿 但影片上這件羽衣 是十幾年前的舊款式 目前都已經太舊換新 比一比新版的羽衣 脖子到腰部的部分 和袖口改成明顯可見的 螢光黃色 反光條的地方 也加上紅色邊框 目的就是要增加能見度 讓執勤更安全 這回即使是穿上警方的舊款羽衣 但沒有警察身份 可能會觸犯刑法第159條 要是埃罰最高罰金一萬五千元 恐怕多跑幾十趟的外送 都還不夠付 TV小環境我再慢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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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